那我想问一下 刚才你拿的那个话筒 应该是用尽全身力气 才能拿出那话筒吧 对我来说已经是蛮重的了 你能拿多重的东西 不超过两斤 身高不足一米 体重不到25公斤的王李 在五岁的时候就患上了肌肉萎缩 三年时间 他的四肢萎缩 关节严重变形 身体也停止了生长 村里人都把他当作怪物 还有人当着王李的面说 喂猪喂长肉 喂狗能开门 养他能干嘛 王李只能暗暗地安慰自己 你们等着 等我爸爸回来了 看你们谁还敢欺负我 可是王李 已经很久很久 没有见过自己的爸爸了 突然有一天 一个陌生男人 站在王李的面前 让王李喊他爸爸 还说要带着王李去看病 当时王李感觉 自己等来了救星 在去诊所的路上 王李紧紧地跟在爸爸身后 走了一段路 爸爸突然停了下来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后来 后来 房里的身体越来越差 刚开始还能走 能动 后来连站都站不起来 最后吃喝拉撒都要靠外婆照顾 王力感觉自己每天都像被烤在火炉上一样 一天一天地熬着 直到有一天 王力发现外婆走路是一瘸一拐的 就问外婆 外婆 你的腿怎么了 可是外婆死活都不肯说 后来还是从邻居那儿才知道 外婆背着一大捆的柴下山 在路上摔了一跤 听着外婆晚上疼得直疯狂 王力多想照顾她呀 可是自己却什么都干不了 那一宿 王力没合眼 她突然意识到自己不能再这样下去了 哪怕为了外婆 自己也不能再这样坐吃等死 不能一辈子躺在床上做别人的累赘